Hello大家好我是阿雄 提到锦上熊彦大部分朋友第一反应当然是灌篮高手 这部作品算是给予了一两代人篮球梦 一直到现在还在继续发光发热 带着咱们今天要来看的是锦上熊彦的另一部作品 一部目前在我心中排名前三的作品 锦上熊彦的浪克行 改编自集穿音质的公本舞藏 这部作品前前后后这么多年被改编出品过很多影视作品 锦上熊彦的改编我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对于角色的塑造上有自己的独到想法 故事的开篇是1600年当时的武藏与同村好友佑巴 一同出来闯荡一番希望出人头地 在官员之战大败后佑巴新生退役 而我们的主角这时还叫新棉武藏 年仅17岁 却想要坚持自己的愿望去流浪 去磨练剑术 挑战名门高手 做一个世上绝无仅有的天下无双的男子 随后从小到大唯一的好友佑巴就沉迷运动 直接抛下好友和少妇跑 之后的故事里武藏开始了漫长的浪人之路 挑战各路高手名气越来越大 如果只是这么一个简单打怪升级的故事 还是不足以成为销量千万册的作品的 开篇没多久 锦上就留下了这样一个疑问 而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思考会越来越多 起码在我看的时候 我会被带入到故事中的角色里去 有的内容会情不自禁的发出 哦原来是这样 画风上传闻哈 锦上熊院是受到台湾漫画家振问的启发 开始用毛笔进行作画 难度上还是要比版绘高上不少 但是呈现出来的效果上会有更加独特的味道 你可以永远相信锦上熊院的绘画能力 也就是这样的内容以及作画都顶配的作品 才会让我对它的周边如此期待 但是奈何大佬太过佛系 它相关授权的周边实在太少 完全不像隔壁连内裤都能联名的大佬 所以今天咱们开箱的是一款第三方产品 由伊莱万安开工作室出品的浪人舞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一次是再版产品了 特点上做了一些改动 然后据说衣服上有进行升级 当初出版的时候就说会安排六寸的 结果四年过去了也没消息 刚好赶上再版就果断上车了 盒子采用了大块的深蓝色作为底色 这个颜色也对应了五脏衣服的颜色 盒子整体上做的挺高大上的 外层有吸塑包装保护 盒子上的字是使用的一种类似金色的颜色 相比起亮闪闪的金色显得低调又高级 本体套盒子上印有这次的主角公本五脏 盒子背面都是竖发造型的剪影 有那么点老电影海报的味道 下方印有包含的内容物图片 以及警告事项 配件量上其实并不算多 豪华配件包与本体包的差别主要在于一体手臂和小腿 两个头雕都是在本体包里的购买时别搞错了 手型有两种类型 如果你只购买了本体那就是替换手型 购买了豪华配件包则没有替换手型的手臂 只有一体手臂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购买豪华配件包 直接购买一体手臂替换 一体手臂采用的软胶材质 目前这个温度下还是比较好掰动的 更换手臂的难度不是很大 旋转并稍微用力向外拉就能拔出来 但是到了冬天我建议还是使用跌吹风 或者能不换就不换吧 无论是一体手臂还是分体细节都做的挺到位的 胳膊上不只做出了自然的皮肤质感 胳膊上的青筋以及肌肉线条也做的非常自然且细致 手型先从分体手看起 握持手1.0 握持手2.0 握全手 胡抓 接下来是一体手型 胡抓 放松手 握持手 一体手型独有的握持刀鞘手 豪华配件包中还给了一双裸足 腿我个人就没换了 一个是容易弄皱裤子 二个是比起手型腿要更难拔一点 当然腿上的青筋皮肤褶皱以及细节质感 也是与一体手一样制作到位的 第一台给到了原底座 可惜没有送个名牌杀的 因为服装的特殊性 所以这次给的是环抱形式的支架 把它们从裤子两侧空洞放上去 还可以起到隐藏效果 本体和配件包都配有行囊 我是觉得做的太新了一点 配带上也比较简单 取头一套就完事 特点方面 出版是一个石台 这次再版换成了木棍 后续可以和小次郎进行互动 棍子倒是没少好说的 做的中规中矩 材质为软胶 刀给了两把 长的是打刀 短的叫斜拆 作品中武造也是靠自己发掘了 属于自己的二刀流 斜拆一般是武士的备用刀 室内狭小空间也会使用 日本传统艺能切肤 使用的并不是这把 刀型的部分是塑料的 拔刀的话不要用手顶这个部分 刀身为金属材质 刀翘为塑料材质 刀入翘卡的比较牢固 刀柄为偏硬的胶质 细节做的还行 腰带上有很多层 剑不是那么好装 斜拆是插在腰带最里层 打刀则是装在靠外层 视频里这个方法会稍微好装一点 接下来到了这一次产品的重点 头雕 我个人认为是目前量产武藏里 做的最好的 神态上比较好的 还原了漫画里的味道 两款头雕不是单纯的更换发型 披发头对于漫画后期 所以肤色更加沧桑 竖发头则是眉头紧锁 两款头发的并角 这些小细节也做的不错 如果资金充足或者手艺了得 这两款头雕直发后 那是真的帅到爆表 很多作品都喜欢拿刀疤 来作为角色过去的印记 比如浪克剑星 而景象也用了同样的方式 来记录武藏的成长 第一块八是愣头青时期的21岁 他来到京都 想要挑战当时京都民生在外的道场 于是他来到吉刚道场 他第一站的对手 是作为弟弟的传妻郎 长相老臣 且有作为名门的傲气 而作为大哥建树了得的青侍郎 则被刻画成了一个顽固子弟 青侍郎并无和武藏切磋的想法 年轻替胜的武藏 当然不会轻易的劝退 作为下退猛兽的一击 武藏的额头上留下了一块疤痕 而这道八痕是后面一系列故事的开端 在与传七郎一战后 武藏为了磨练剑术离开京都 前往挑战宝藏院主持应顺 当然作为愣头青板的武藏 前面气势有多凶 后面就被打得有多惨 一路逃跑算是捡回一条命 在经过高人开导以及自我醒悟后 武藏和应顺迎来了最后一战 在这里应顺在武藏脸上留下了一道印记 而在一招之间 武藏成功击败应顺 这一战之后武藏无论是思想上还是剑术上 都有了新的启发 随后一年之期已到 武藏回到京城赴约与传七郎切磋 在村口的他再次遇到了最想挑战的对手青十郎 武藏再次表达出了强烈的意愿 并拿出传七郎作为威胁 这让平日里吊儿郎当的青十郎也是大为震撼 晚上落北连台四夜 青十郎为了保护弟弟决定来刺杀武藏 一场高手劲的对决一触即发 说话之间青十郎一刀斩来 又是砍在了额头上 但是这一击同时也让青十郎大为震惊 他并没有想到武藏能够躲开他这一战 武藏说他能够看清楚青十郎的剑 此刻的青十郎却还是觉得在虚张绅士 而下一剑武藏就证明 他是真的看了清楚 额头上的第一道八是青十郎为了下退野兽留下 而第二道八换了却是自己命丧连台四夜 几日之后武藏赴约了传七郎的决斗 一年历练之后武藏已经和传七郎在实力上有了很大的差距 这一场战斗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以传七郎的死作为结局收尾 接连斩杀了吉刚家两位当家 武藏也自然不可能轻易摆脱漩涡 吉刚门徒七十几行人集体讨伐武藏 当然就算是莽夫武藏 也没投铁到一个人去打七十个人 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办法逃脱 必经之路上吉刚门徒已经恭候多时 他们做好了必死的决心来为两位死者报仇 一场一对七十的死斗就此开始 这一场战斗井上同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绘 说是对七十人就扎扎实实的画了这么多对决画面 并且用一种比较巧妙且反差的方式来表达战斗的实场 其实也是间接的表达了泽安和尚曾经对武藏说过的话 是武藏用杀戮结束了这一切 而与剑峰那场格斯的百人斩的爽感上来比 浪克行的这场战斗体现出来的更多是战斗的悲凉感 地上的血被鲜血染成红色 饥饿的乌鸦啃射着残缺的尸体 人在面临死亡时本能时做出的一些伎俩 甚至是踢当步 至此吉刚道场就在这被公本武藏一人灭门 而这一战之后也留下了目前为止 武藏脸上最后一道伤疤 也是束发头与批发头的差别之一 本体套的素体是穿袜子的 关节有可动 配件包是没穿袜子的一体脚 大概可能是为了还原漫画后期武藏重地的造型 整体身形上比较壮硕 比较符合漫画里的造型 上身比较宽 配合衣物视觉上会显得更加壮硕 裤子是低当的比较符合那个时代的衣着设计 所以这次给的是夹腰支架 裤子上面的褶皱做的还不错 腰背腰带缠了很多层且比较紧 如果腰上插了件会需要花些时间打理 衣服细看会有黑色自洗 布料质感上也不错 并且薄厚合适 我个人觉得很好 裤子的话做出了一些泥土的效果 衣服这块和本体配件包基本一致 衣服包边都有做铁丝 从衣领一直延伸到下摆都有 对于定型非常有帮助 袖口和下摆处也有铁丝 这里打理需要注意别让铁丝根部戳出来了 在经历了一场地狱厮杀后 五脏的腿受了大伤 但是玩具并没有还原这里 经历了那次战斗 他开始重新思考杀戮这件事 他开始不再去随意主动挑起战争 腿伤只能让他化地为牢 他的神情上也变得松弛了许多 也开始思考所谓的天下无双 只不过是一个词 头部可动因为一体脖子 所以可动幅度上不如分体那么大 但是也基本够用 书发头的抬头会有一定干涉 手臂平均能到140度左右 关节偏紧且生色 掰动需要些力气 手臂上抬无压力轻松举过头顶 手肘弯曲幅度也非常不错 蝴蝶关节属于是有但不多 基本上只能起到一个调整姿态的作用 腰部可动非常一般 也不太建议大幅度扭腰 腰部本身关节偏紧 加上几层腰带 而且腰部还缠了白布 所以可动就限制的死死的了 而且打理还是比较麻烦的 造型还原和烤鸟 还是更好的可动 只能二选一了 大腿根部非常非常紧 加上裤子宽大且低当 我不太敢去用力掰 而且还会把裤子弄得皱巴巴的 前踢有个90度左右 也是特别紧 膝盖弯曲幅度也挺不错的 袜子脚可动幅度范围还不错 里面采用的不是球关 所以紧实度上会更好点 截止到15年第37卷后 拉克行已经无期限休刊8年了 在那部关于锦上的纪录片里 锦上算是透露了一个大纲 龚本武藏和左左目小次郎会有一战 而这也将是拉克行的完结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困扰着他 让他始终无法将其创作出来 也有可能是民间故事里 武藏一闷棍敲死小次郎过于离谱 也有可能是现在的锦上 还没有办法创作出 他认为完美的结局 锦上曾经出过一本画集满月片 描述了龚本武藏去世前的一幕 感兴趣的可以搜来看一看 锦上的这部浪克行之所以这么吸引我 一个是他精湛的画工 二个就是他在角色塑造上 里面的每一位角色都很鲜活 你可以理解为武藏就是锦上 也可以理解为泽安和尚就是他 漫画里充斥了大量对于杀戮 生存个人的思考 虽然有些被摁着头了解的味道 但是也是这些思考 让人物在故事里一步步成长 打斗上也是做的酣畅淋漓 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 这种一个失误就会丧病 才是真实刀剑世界里该有的样子 也就是这些才让这部作品如此迷人 十一这款武藏 我个人觉得是目前量产里做的最好的了 当然之前也有大佬出过定制的 但是属于是太贵了高攀不起 所以对我来说 这款就是我目前浪克行五脏唯一的收藏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视频做的还行 还请一键三连加关注 我是阿雄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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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